深夜被同寢室的 流星男大生遲到攻擊 病床上的男大生 整個頭部纏滿白色繃帶 眼球破裂 近乎失明 左肩和右手臂 也受了嚴重的傷 而衝突起因 竟然是因為生活習慣不合 說我不讓他活了 然後他也不讓我活 他又跟我同一預計 他被其他素食 趕成就好幾回了 都不想要 因為半夜真的很煩 晃成 然後放屁膜 然後打歌 人也都說好跟他合作 當時然後他就 那天晚上他就讓我等他 還衝我笑了 就那種 挺陰的那種 疑似因為屢次被要求換宿舍 流星男大生心神不滿 竟然在凌晨拿水果刀 狂捅對方15下 同寢室的其他學生 想起事發經過 人心有餘悸 拿著刀 然後滴著血 從那個碗川 一直走到了操作 他有要傷害你嗎 沒這個 那他也沒有說要逃跑 沒有 特別淡定 當時他從所有出來坐船 我記得他說了一句啥 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冷靜犯案的過程令人髮指 居家老師受訪時則表示 流星男大生平常不遲到早退 相當安靜內向 很難相信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 記者唐全報導